今年度檢查 建管處兩名職員 應該要親自到場 沒想到竟然聘請小助理 從中收匯給業者方便 對於相關的設備保養維修業務 也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合張放心 消費民眾搭乘賣場電梯 可是卻被檢調查出 是否官員機查放水 電梯不合格 卻還持續開放給民眾使用 像這種公共進出的場所 應該要很用心來檢查 這個是應該他們大樓的 大樓的整個管理系統的問題 應該注意大家的公共安全 兩人私聘的助理劉書豪 訓後遭30萬元交保 其實在整個行賄過程中 他就扮演著御用助理的角色 跑腿收匯 這起畢案新據點復興店 和知名賣場桂林店的升降梯 以及菜梯被發現有問題 北市監管處兩名職員 曾崇華和周宗其鄉業者 所會協助免驗 過程全交由助理劉書豪 只有收錢沒有再進一步稽查 匯款再由三個人彭分 其實我們只是處理一些事情 然後剩下我們都不太清楚 被搜索的升降梯設備安全協會 就是協助檢查 賣場電梯的廠商 而賣場公關私下回應 他們其實也是受害者 對於檢調搜索內容 也還不清楚 只是應該親自到場 集合的北市府官員 指派私人助理收匯 兩人只要蓋章收錢 宛如太上皇行徑 也遭批評吃相太難看 接著校圈黃圈台北報導